好各位朋友我們大文聯訪開始 那主席今天來詢問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蔡振元助理上節目講說主席有對當時泰文花學院的立場抱歉 那是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個喔 我看到徐如你嚇一跳 後來發現是他的小編寫的 我想後來蔡振元應該有在發點書陳清 其實我跟他說抱歉的是什麼 因為2014年他是連勝文的競選總幹事 我剛才講說如果當年有榴彈手機,還請多包含,這個倒是有 至於太陽花學院那個是一個歷史事件,那沒什麼好道歉 不過我們有討論到太陽花學院,當時的訴求後來都沒有處理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拖到現在 當年民進黨也說要處理,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那個還躺在地,我還沒有處理 所以這個倒是,我說需要道歉的是當年有這種訴求的人,現在跳票才是要道歉的 主席,我們第一個問題是主席有表態說謝謝馬前總統表態支持全民調 但朱立委員今天授網說是不要一個人,也就是說不是只有馬總統說的算,請問主席可不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不只馬總統,因為後來包括韓國瑜市長 還有朱竹苗,甚至到雲林的縣長都有出來表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這件事情的邏輯是這樣 我也知道馬總統他當然是 他的邏輯跟我比較接近就是說 怎麼找出一個勝選機會最高的組合 而不是說,不是在初選贏,重點是在贏得大選 我想這才是馬總統會有那個想法的一個真正原因 好,那主席我們第三個問題是朱立委員今天說全民調是藍白共識,差異值在做民調的內容和規則 那之前也提到在討論對比、負比、占比 那請問視角,認為侯科或柯喉對賴校的對比民調和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規比民調各自占比多少比較合適 那是否認同納入政黨支持部的全民調來做考量,對藍白共識,還有沒有抱持期待 朱立倫主席說,藍白對於全民調有共識 像這個就是問題嘛,到現在為止應該是各說各話,不過還是那一點啦,我的態度還是很清楚 其實本來政黨有各自的主體性嘛,本來應該是各自努力 那如果今天要藍白合作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說要贏得最後的選舉 所以還是要找出最強的組合去贏得選舉嘛,而不是說 我就覺得不曉得國民黨到現在在想什麼 因為你贏過柯喉則沒有用,你最後沒有贏得大選還是輸掉 其實幕僚都有一直在打電話啦,這個是沒問題 這個一樣嘛,這種很多事情就是不到最後一秒 也不要放棄嘛 最後還是要思考台灣人民到底需要什麼 還有沒有其他的 在講明明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最後藍白合沒辦法談成的話,主席你又有什麼看法? 那也沒有什麼看法 如果沒有談成就是各自努力的,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也不要說因為在總統上面沒有合作,那影響到其他的 因為剛才一開始我講嘛,政黨合作有很多個層面嘛 從那個政策綱領到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甚至選後的聯合政府跟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其實到現在為止,除了總統的這個組合有一些爭執以外 其他都還OK啦 所以我個人也是希望說 不要說 最少如果沒有藍白合,還是要藍白合 第一個合是合作的合嘛 第二個合是那個和諧的合 就算沒有藍白合也要藍白合 因為還是可以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 因為很多地方還是可以合作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醫生菌 做好濾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3個月 太陽星全校 確認 佩優 眉